我記得我正式開始去迷李小龍 我想大概是十三歲了 是看一些七八十年代出的雜誌 看到雜誌上面有一些李小龍的事跡 有些他教人練功夫的方法 自己就跟著去學 其實這件收藏品出現在七十年代中 我們小時候看電視 晚上有個訪問李小龍的弟弟 他帶了一些陶瓷上他的節目 那時看到李小龍很漂亮 那時自己都是八歲九歲 那年代七十年代 那時都要一千元一隻 是很貴很貴的事 直到我出來工作的時候 我記得我便知道一個人 其中一個款是出樣 那時都不便宜 那時都要幾千元 那我就跟他買回來 就成為我第一隻的收藏 後來一直存在 我都存到八個款 但就存不齊 到現在都存不齊 有時跟一些李小龍的收藏家 大家聊天 原來很多人都有收藏這套陶瓷 但大家都沒有一個會齊十二隻 所以我都不想請到 我可以去進行 那時都不想請 並不少 那時都不想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